眼睛千萬不要眨 因為下一秒夾娃娃的對比機變成這樣 面板被拆開 零錢紙鈔撒滿地 受害台主掉監視器要揪出兇手 結果看畫面人類是出現時光裂縫嗎 不是小偷會引申訴 而是台主最近太忙了很少來店裡 沒注意到這張貼在門口的紅單 才會照樣營業 台電他有這個公告 就是我們施工的這個時間 是在凌晨到早上的六點 那再補點多這個店就來了 台電早上預告 基隆七堵區永富路9號要停店 五個多小時 結果變成小偷的犯罪規劃 儘管整條七樓 一大堆監視器盯著 他也沒在怕 不過他們都上時候有聽到 砰砰砰 對 敲開 只是光聽到瞬移沒有監視器畫面 真的很難追人 警方只能旁敲側擊 他們發現最近也有一起類似手法的切案 在從失切熱點調查被鎖定的行為人 停電五小時損失八萬 台主上房就還得自掏腰包 加裝保全系統 要防斷電 也要防這些趁亂打劫的小偷 摸黑犯案還是抓得到你 TVA新聞劉欣奎 謝伊倫基隆採訪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